朋友们好,我是杨光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和我共享杨光时刻 共同走进阳光生活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道烤羊排 这道烤羊排是 比较受孩子们的欢迎 我们这孩子很爱吃 这个小羊排 像一般西人店里都能买到 我比较喜欢买这种切开的羊排 这个 羊排买来之后呢 先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这个厨房纸给它擦干一下 水分 好 擦干水分之后呢 有一步很关键 这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除它的筋膜 就这一层呢 如果去除它的筋膜呢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先给它在这 每这个 每一个这个肋骨之间 稍微的切开一下 稍微的切开一下 拿手拿杯 拿到筋膜 把它撕开 就这样 顺着啊 顺着这个 撕吧 这个筋膜啊 它会影响这个 羊排的入味 嗯 而且呢 吃的时候呢 也就是会咬不动 会影响口感 包一层啊 这鸡毛看 很透明 好 这是它正面的一层 然后呢 这个背面还有一层 背面这层呢 就给它 在这个挑开 把它进入 给它挑开 你看哈 拿小刀给它这里 挑开 就方法如前了 就是顺着给它撕 顺着给它撕下来 好 这一步呢 呃 我觉得还是有点麻烦哈 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省略啊 为了这个 美味嘛 是吧 哈哈 为了更好的味道 好 死早了 好吧 这样就差不多了哈 下一步呢 就是要撒一些孜然盐 这是孜然盐粉 忘记给大家介绍 食材了哈 小羊排 孜然盐粉 这就是孜然和盐已经混合了的 然后呢 这是 蒜哈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说 煮肉不放蒜 营养去一半 哈哈 是有它科学道理的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解说了 嗯 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哈 它一个是增香了 二一个是增加这个肉 它就不 食物有相生相克嘛 大蒜和肉就是相生了 芝麻酱 包腻 花生酱 好 食材很简单 哈哈 现在呢 我们就给它撒上一些自然盐 盐呢 这也不要撒太多哈 为什么呢 因为有 也就是 这又是一句老话了 就是说这个 咸鱼蛋肉 哈哈 肉的最好就不要太咸了 鱼稍微 好像多放一点点盐问题不大了 当然这都放一点点盐 也就是说 美味 是吧 增加它的风味 不是讲放很多 就是这个意思 还能再放一些 好 薄薄的抹了一层 对不对 把手大概洗一洗 哈 就在这个里面洗一下 擦干 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 蒜 给放到这个 石油里头 给它倒成蒜泥 倒成蒜泥 那就更入味 是吧 要给它搅来 搅出那个 就是 蒜的那个汁 好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准备了这个干净的碗哈 把这个蒜蓉呢 给它放进来 我这次炸的没有炸的太碎 但是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好 下一步呢 放在前面哈 朋友们好看 下一步呢 我们就来一些蜂蜜 大概就是一勺吧 一勺蜂蜜 点净 一勺蜂蜜 就可以了 好 一勺蜂蜜 一勺蜂蜜 一勺蜂蜂蜜 一勺蜂蜜 大概这么多 一勺蜂蜜 一勺蜂蜜 酱 我这还要去拿一个勺子 再来一些花心酱 这个就是增加它的方位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试过这个方法 就是把花生酱和芝麻酱混合 放一些芝麻油 好 方位非常棒 现在就搅拌在一起 搅拌 这样就差不多了 均匀的涂抹在羊排上 每个地方都抹到了 还是上手 上手比较方便 这些都抹到了 这些已经很香了 哈哈哈哈 可以 这样烤的时候 锁住它一部分水 所以烤出来不会那么干 不会那么柴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它逆风 放在冰箱里冷藏 4个小时 以上 让它更加烤 让它更加的入味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是准备来烤这个羊排了 把这个芝麻 放在冰箱里面 煎在烤盘里面 我用了这个小 比较小的烤盘 正好是够了 把这个羊排给放进来 好 牛油果油 当然 你喜欢用别的油喷 也是可以 淡染油 或者是芝麻油 都可以 就给它喷一下 喷一下就是 会让这个肉质 更加的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更的更嫩 不会那么柴 翻里面 翻里面再给它喷一下 好 然后把它包紧 但是不要包得太紧 给它留一些空间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上面都要透盖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为了烤完它 就是 不那么烤得太焦干吧 烤箱预热 425华氏度 好 放入烤箱的中层 425华氏度 时间呢 是 30分钟 好 把它从烤箱里拿出来 好香啊 揭开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的热气 千万不要烫伤了 然后呢 撒上一层芝兰粉 这个芝兰粉是已经加了盐的 把它翻一面 看过去就有食欲 是不是 均匀撒上一层芝兰粉 芝兰盐粉 然后呢 把烤箱 就温度给它变一下 之前是425华氏度 现在呢 调成450华氏度 再烤20分钟 20分钟 这个期间呢 要查看 不停的查看 给它翻面 因为吧 各家的烤箱脾气不同了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小羊排 你每次买的 有可能它的这个 肉的厚度不同 或者它的这个 重量不同 这都会影响它的这个 时间吧 大家就是 根据自己的 以这个为基数吧 根据你自己的这个 食材的 大小 食材的这个重量 来增加和增减时间 小羊排烤好了 哦 好香好香啊 看 哦 看也有 也烤出了这个焦黄的 哈 这层脆皮 哦 好香啊 好香啊 然后我先试试哈 我先尝尝 味道怎么样 看 很嫩啊 很嫩啊 太香了 太好吃了 人间美味 哈哈 朋友们 你们要是感兴趣呢 你们要是感兴趣呢 也试一试哈 呃我们家呢 因为孩子爱吃嘛 所以我就没有撒辣椒面 呃 如果呢你爱吃辣椒 或者你们家里人都爱吃辣椒 你可以撒些辣椒面 烤的时候 风味呢 又不一样哈 行动不如行动 朋友们 你们也试试吧 味道相当的赞哈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 点赞 和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 和我们一起享受阳光生活 走进阳光时刻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